各位同志们 大家午安 好久不见哈 那你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五没看到对于老师大盘偷袭 站上了8600点 你有没有很兴奋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没有很兴奋 虽然这么大量 原来只不过靠了友达跟大立光才上去的 这个偷袭上去之后 而且真的很见不得人 就跟今天一样 偷是尾盘 偷偷的拉一点点 你这个尾盘才偷拉 你在找盘上信心不好的人就已经下车了 所以嘴盘偷拉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法人在作为他的这个礼拜做准备 这个礼拜只剩下4个交易日 因为上个礼拜四 对于老师说我礼拜五不在 所以我不为你做这个礼拜的一个 多的一个说明 那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大概因为228放假 所以这礼拜你会遇到什么事 礼拜三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周周结算日 选择权的周周结算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那叫做磨台结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磨台结算 他并没有看得很坏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外资 有一直拼命的在这个地方 撑指数做回补 他至少要让他想办法 把他的单子转到下个月去 所以这三天磨台要转仓 那外资到底怎么做 那才是他下个月一个布局的重点 虽然上个礼拜五有偷袭到8600点 但是要注意一个现象 就是对于老师应该在出国前有告诉各位 选择权的压力他在下降 既然选择权的压力在下降 其实大盘大家在8600点以上 他是认为有压力的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接下来是礼拜四 礼拜四又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收月线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们认为MSCI这个被动型基金的最后调检时程 就会在那一天的最后一盘出现 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点 观测点是在那一天之后 你要去发现 庄家到底怎么说 他在下个月的布局的动作是什么 那他到底怎么说 那我今天先来说 因为今天有一个讯息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你认为你的税率突然被调增3%严不严重 这个营业税如果真的从2%调到3% 对于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来讲 你觉得不重吗 现在很多人都在结税 连个人都抖的结税了 谁愿意被政府科这么大的税 而政府这时候抛出这个讯息来 庄家他到底在想什么 你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对于老师的题目是 今天的庄家怎么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大盘 哎呀我回来了之后 大盘居然又给我缩到800多亿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吧 早盘大盘就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杀手 最大一个杀手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叫非电竹 非电竹 那当然你会看到一个就叫做金融股 因为大家就讨论那个2%的营业税 要不要磕 他基本上有没有要磕 对于老师在上周跟上上周之前 在看营建股的时候就跟你讲 基本上来讲我对今年的资人股 金融股是不OK的 请你不要来问我果然他真的很不OK 竟然是今天大盘的一个叫做什么 拖油瓶 对于老师最喜欢讲的拖油瓶 把大盘拖下来的 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最后只有待下影线 只小小的跌一点点 跌40几点 你说老师跌一点点你太狠了 那好吧他就说他今天至少没有跌 超过50几点 是跌了40来点 那我要来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庄家告迪怎么说 因为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整个大盘而言 你要注意一点事情 从我告诉你反弹 大盘就是这个金金涨 金金涨 金金涨 上个礼拜40时 我其实有提醒你 其实我们的庄家他没有买大涨 他没有买涨 他反而是买有点点回才对 就没想到礼拜五被偷袭到了 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 他又迅速的回头 因为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周的庄家 他没有看出来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他要做极力做多 他没有买个区间就不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的压力就是在这里 今天我们的压力上个礼拜来点一次 今天又来点一次 那你明天要注意的 如果连这个下缘都没有过了 未来我们这个至少扣底的压力区 这么多天全部在这个地方 如果攻不过去 你告诉我他不回头 谁要回头 他不回头 谁要回头 你听懂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今天就来到了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去切一条线的话 基本上我想我不用讲很多 这条线已经是急急快要不薄的样子 这是大家都要注意的 所以对于老师在告诉各位说 2月底到3月初是很多阻力跟我一样 跑货最好的时间 对于老师出国前还跟你讲 我的满足点到的话 我会先下车 然后甚至于其他的个股呢 我也要去找一个我抱的安心的 果然差别非常大 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大盘来讲的话 这一块区块是这个礼拜全部是扣这个区块 供不上去的话 实际上来讲3月份压力下架 支撑没变 基本上看不大涨 请进注哦 所以100分的庄家怎么说 那待会的话 我会在例行解盘继续说 周固的投资朋友超白愉快 我们明天见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